我觉得想和你谈一谈 就是现在川普总统上任总统已经一年多了 第一个问题我想让你谈一谈就是 你怎么评价川普总统对朝鲜问题的处理手法 拭目以待 其实特朗普原来是说他是最伟大的一个谈判者 可是他当总统以后 他一个谈判过程都没有完成 说那个北美自由贸易地区跟墨西哥跟加拿大的 就是一个大栏坛子 中国和美国的这个经贸关系 一点真正的进展都没有 都是打字事对不对 还有那个朝核问题 没有任何具体的结果 所以你很难说 很难以评价 我觉得他跟那个金正恩要见面 虽然他已经给了金正恩很多的筹码 很多的面子 他是已经提高了金正恩的国际地位 甚至可以说现在在别的国家的眼前 美国已经不占这个道义之高点 是以平等地位 在新加坡跟金正恩见面 同时的话 我觉得谈判讨论应该是一个好事情的 我觉得金正恩就是干脆放弃他的核武器的可能性 是微乎其微的 可是如果我们可以比如说 打成一个朝鲜战争的一个和平协议 这是个非常好的步骤 当然这个也有一些后果 就是金正恩会不会要求美国在韩国的驻军 回美国等等 我们得一步一步地走 可是我觉得讨论应该是一个好事情 如果特朗普做他所应该做的作业 有一部分美国人觉得 他就是要追求一个诺贝尔的一个和平奖 所以他会太轻易地做让步而同意 为的是得那个奖 可是中国奖我觉得他们见面是好的 后来如果我们可以想个办法 跟那个平壤建立外交关系 在某一些条件之下 我也觉得是一个好事情 我也会支持的 一步一步地走 问题是特朗普自己的声明 自己的话语 说我肯定会得到朝鲜半岛的武核化 这是一个险阱 让他很难以做出一步一步走的一些让步 中国和朝鲜 他们都想要一个非常满场的 以平等的所谓的步骤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是特朗普反对的 他现在可不可以接受金正恩会给他提出的一些条件 我们真的不知道 实际上刚才戴博你已经提到了一些 把我这个第二个想问你一些事情都提到了 就是说你可能不会对下个星期 川普和金正恩在新加坡的这个历史性的峰会 取得什么样的结果 带来什么样的预期 你刚才提到了可能会达成 比如说两韩停战协议 实现这样的一个局面 除此之外 你觉得金正恩和川普的这次在新加坡的峰会 能取得什么其他的实质性的成果吗 我觉得我们不要对他怀着太大的短期的希望 我觉得如果他们可以避免吵架 开始一个谈判的一个过程 那已经是个非常好的事情 归根接地美国的目标 比较实质性的一个目标 应该是保证金正恩不使用 也不 他的合作武器 也不扩散他的合作武器 这些已经不容易 他完全放弃合作武器 这是我们正式的目标 短期的可能性是不太大的 我们也要给金正恩一个足够的安全感 为了说服他 再也不搞什么核实验 或者洲际导弹的这些实验 也不出卖 他的这些合作武器不扩散 以这个为基础 有一个超线战争的一个协议 或者是建立外交关系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可行的一个途径 多数的在华盛顿的亚太地区的转家 都认为金正恩放弃他的合作武器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同时的话 我们也害怕 就是不要特朗普做任何会弱化美国的东北亚的盟国关系的软步 最担心的是这些 比如说韩国跟日本等等 他因为他才突然做一个太大的软步 就是会弱化美国在亚太地区 尤其是东北亚的这个势力 代表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实际上刚才你已经提到了 就是实际上现在在华盛顿 在媒体也有一些说法 就是说这次川普和金正恩在新加坡见面之后 说美国和朝鲜甚至可能会建立外交关系 这样的一种说法 你觉得这种可能性存在吗 大吗 短期是不大的 那个步骤有点太大了 可是我们可以开始往那个方向走 我觉得我们早就应该跟平壤建立外交关系的 这样子的话 你可以慢慢的了解和影响对方 你看美国和中国1979年 那个时候建立外交关系是不太容易的 然后美国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的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左右中国说你得这样子做 我们不能直接的影响中国的这些 演变的具体的方向 同时的话 同时的话 因为这个会稳定朝鲜这个局面的 同时的话 是有所担心的 同时的话 如果他们可以稳定 朝鲜搬倒的话 他们也会高兴 所以北京会自相矛盾的 当然非常谢谢你代博 谢谢你的时间